咱们一天二十十花 你哪天能用四十 你说有事不就除了这些事 咱一把一个钱一天二十花 就什么呢 我一个月就一千一百多钱 你看要不够咱得少补点 你能达到一千二能不能够啊 抠门大爷来相信 既想要热炕头 又舍不得往外掏钱 最终大爷能否如愿 咱们继续往下看 江大爷今年六十八岁 退休金一千一百元 有房 因为出生在那个艰苦贩豆的年代 大爷的日子过得很是节俭 一见到红娘 大爷就迫不及待地 介绍起了他的节俭日常 你这两六就够用了 你就刷吧 你非得这么扯着干 那得多少 你像这个 你就颠到底 你看这不就冲了吗 这不就下去了吗 这就完事了 这样就等回水了 清清清清 这就完事了 那一清清了就得了个水 只要思想不滑坡 方法远比困难多 除了在省水方面 大爷颇有心得 省电的更是堪称一绝 三年两百块钱的电费都用过完 真是阿豆做黄电 不服不行啊 晚上我都不打灯了 晚上我打灯了 他那边打灯我就不出亮 哪里打灯了 哪有楼啊 这这么远啊 哎 你都不信你 那叫过来 那底下还有路灯 那楼顶上有的灯 这一亮都照这边的 咱有点亮出对吧 你老头你说看啊 这个门 也不穿着也不引线的 那你屋里不亮它 那要睡觉你亮的啥 你睡觉你亮的啥 你晚上还看电视 还用它 不用它亮 就它就够用 你我的天 你就是天天都 趁着你 你这个灯光 什么 那借光啊 灶壁借光 你忘了吗 我爹的苍天哪 真是老鼠碰见猫 不敢想 咱也别说的那么好听哈 大爷这叫灶壁脱光 而且在饮食上 大爷也是节俭到过分 就算和尚跟他吃一月的饭 那都不太破戒的 他要新鲜 我一定买件不买贵的 我要买东西 就这家都提过个商场 这一圈 我得走一圈 回来 他定下在哪家买 买个菜 他这商场嘛 头一个家 下午一个家 等班上还有一个家 我吃完菜 我得当留的 又去了 爆料 爆料 别看大爷的生活如此节俭 经济条件可是相当优越 除了市民妥妥的拆迁户 这大半辈子靠省吃俭用 可是攒下了不少的家底 但不要妄想 大爷对未来的老伴大方 为了1100块的退休金养活俩人 大爷对未来老伴也是有要求的 你要是身体好 就行 你别整个 我这才吃风找一个冰包子 带来个冰包子 那我什么办 想找身体好的 没有罗乱你 没有罗乱你 那是啥 你儿女一大包 接着他也来 明日他过来 后他一来 那我就 我这活生就完了 懂了懂了 就是找个儿女少的 条件好的 只能往你家拿东西 还得不能留下吃饭的 大爷 就你这条件 怕是只屁股吹灯 没啥希望 不过既然提出来了 红娘必须满足 于是便找来了 今年63岁盯的吗 挺好的 嗯 长相 这在我心中好像不是 在我想象 你觉得大哥长得是 不好看呀 说你弄摆个孩呀 说你弄摆个孩呀 了解了解吧 现在没法说 两人见面后 虽然对彼此的印象都一般 好在不需要养育下一代 长相已经没有那么重要 关键还得把钱的是 捞明白 只要对方调节好 其他要求得对跟着让步 老头有病这些年 这12年了 我老爷刚结婚 我老今天才26 这就是连有病 带孩子结婚 就拉了一十多年 我就这么想 我不能说我找个老头 我要个十二八八八把这金融 给我堵上不可能 我就这公式吧 我不要了 我就给孩子留款机 大妈的意思很明确 欠下的债不用你还 但我的退休金你也别垫记 想让我老鼠偷胜坨 倒贴那是不可能的 那都是我老儿子的 老头咱俩在一起 吃喝拉撒你都得管我 我说大妈 天真了不是 我觉得你得先问问 大爷的退休金是多少 你要退休吗 我就是自己买个社保 买个社保 那退几年呢 退年头到不少了 才涨到一千一百多块钱 我的经历方面就是 一月就是一千一百多块钱 那这生活费好像够相够 不够 反正你可以考虑 两样不够 一月是够 一听大爷的退休金大妈傻眼了 一千块钱两人花呢 还不如投奔尼古安呢 可大爷说了 别看钱少 以我的本事 照样能让你使得浪掉分坑 足吃足喝 咱们一天二十十花 你哪天能用四十 你说有事 不就除了这些事 说咱一把一个千二 一天二十十花 就是什么 那你接着说要改善了 多花点 你这不改善 少花点 又回来 你可拉倒吧 一天四十 粗茶淡饭确实是够了 就算大妈不留 衣服总得买两件吧 一百多块钱算啥呀 那不算啥 跟你钱从哪出 是不是 那你要求这个生活学生 这个一人得打得多少钱 一人啊 一人啊 两人 两人啊 两千来块钱就够 大姐说那个 就是说一千一不够的话 一千五六拿管两千也够 这个你能达到吗 那 他也差不多 两千多块钱差不多 能达到吗 一千五能达到 两千多 一千五能达到 那 接着达到 没着达不到 也就不乐意了 是不是啊 你可拉倒吧 就这条件还找啥老伴啊 毫无疑问 这次相信已失败告终 随后红娘又给大爷找来了 只看感觉不看钱的李大妈 大哥咋样 看着这大姐第一眼员拉呀 爷儿还行 爷儿还行 嗯 长得差老人也不行 人打不行啊 不行 不是我想象的 不是我要的那另一半 你想象的另一半应该是啥呀 道路 我想象的我的另一半是 和我年纪相仿的吧 话说水不是不知深浅 人不交不知好歹 在红娘的苦口婆心下 最终大妈决定再跟老头落五毛钱的 就是现在坐保洁了 我就实话实说了 咱也有点退休少 不是不是普通浪费那样的 平时买都买衣服啊 平时他买也不买的贵的呀 就说便宜的买 哪像一上上几百几百的买 还不便宜 化妆品都怕都擦便宜点 都不是现在擦的高浪费啊 他突然不得 舍不得了 你看也有两块钱的那苹果啊 也有三块钱的 他不在那三块钱的 他得买两块钱的 过亿的 他说过亿的方向还挺好 这也是你想要找的那种 对 这一千一百多块钱 我一个月就是一千一百多块钱 你看要不够人贷少补点 你能达到一千二能不能够啊 情绪条件我倒不差 只要是吧 说这两个人 就是心情对了 就是喝两水我也舒心 我就是这种想法 一听大妈跟自己是同类人 大爷乐了 这不就是我的爱吗 不过不要高兴太早 你想省钱还想吃嫩草 人家大妈干不干还不一定呢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是和我有共同语言的 年龄也不能有太大的距离 你们要拉个距离的不好沟通 你们这个大概是八九岁的年龄差 刚好 疼人 我觉得吧 那个两个人吧 就是岁数太大了 拉开距离的不好代沟 得 又是狐狸咬气球控欢喜一场 大爷 钱都让人吃不饱 还什么爱情啊 就这抠搜紧 还是一个人过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滴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